深井小江 这里的人们被一种营养极高的天然海产滋养着 蚝也叫牡蛎 生长在沿岸前海 两千多年前 中国就有养殖牡蛎的记载 小江蚝场位于镇海湾边上 以镇海湾水源带为主 典型的咸淡水交界地区 远离工业无污染 适宜生蚝繁育 在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做着与生蚝相关的生意 46岁的傅成志从祖辈起就开始养殖生蚝 10岁开始 他就跟着父亲在蚝场生活 2006年 傅成志为自家蚝场的生蚝 注册商标 并成立了水产制品有限公司 1200多亩的蚝场 年产生蚝超过10万斤 每天傅成志都要接待来自江门 博山 深圳 香港等地的商家 靠养殖生蚝 傅成志和家人过上了令人生陷的生活 台山蚝富含蛋白质脂肪较少 同时还含有丰富的干糖和多种维生素 钙的含量接近牛奶的一倍 铁的含量为牛奶的21倍 因此被人们誉为海底牛奶 在民间流行着冬至到清明 蚝肉肥津津的俗艳 因为在这期间是生蚝养镖的好时机 卸去坚硬的盔甲 生蚝露出它端庄素雅的一面 一只营养良好的生蚝 能有人手之大 这样的个头是制作美味的原始材料 深井小江东头村的简建林 在家附近开了一家海鲜浓庄主打生蚝 因为靠近养殖场 简建林能够拿到一手的极品生蚝 居住在沿海地区的人们 一日三餐都离不开海鲜 在深井人们最离不开的就是生蚝 平淡的日子里 人们反复尝试积累经验 将生蚝做出不同的口味 生蚝不仅可以啄 煎 焖 焖 烤 还可以衍生出不同的产品 智慧的海边人家利用自然的北风 让生蚝的鲜味换了一种方式来保存 蚝尺 也称粒干 是台山的传统风味名菜 蚝尺的制法有两种 第一种是生晒蚝尺 将生蚝肉直接晒干 保持生蚝的全味 关于风 阳光与生蚝之间的微妙关系 富城汁最熟悉不过了 如果天气好 只需要一到两天的时间 生蚝就可以变成金蚝 蚝身呈金黄色 光润发亮 体态饱满 壮如金元宝一般 蚝尺的第二种制法 是把鲜生蚝肉及汁液一起煮熟 再晒干或烘干 制成熟蚝尺 而煮熟的汁液 在经过熬制浓缩 则形成了台山常用的传统鲜味调料 蚝油 这个过程往往都需要极高的耐性 在台山 蚝油蚝尺是人们逢年过节必备的食材 蚝尺与发菜一起煲汤 寄托了人们最直接而又朴素的愿望 因为蚝尺发菜 在台山话中有好事发财的好意头 所有的这些都让一只生蚝得到了升华 蚝油蚝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